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舒凌 是 鏡花先生 今季就特別多奇怪的事 我覺得就是終於告訴你 就是爆煲了 現在不是說一月爆煲嗎 現在那個爆煲的情況是告訴你 第三集就已經是拍不到出街 就是拍不到出街啊 出總集編啊 就是這些 我覺得那套很奇幻 你知道嗎 因為你想想那套東西不是出總集編 就是它播第三集的時候 它播回第一集 即是說第一集和第二集之後 你會看第一集 輪迴你啊 這是一個非常奇幻的看法 這麼像那些當年梁宮春 將節數打越過 我覺得這個更恐怖 無盡的八月 這個是撞鬼的感覺 看電視上的時候 難道我看錯啊 我看錯了 現在十月嘛 萬聖節來著 不是不是不是 這是一個亞視的原理 是可以播放十幾年前的新年煙花 那你播放十四日前 和十二年前的煙花 基本上沒有什麼分別 香港的產物終於發揚光大 在外國終於 真的 Anyway 剩下的新番 其實就不算 應該說很多 其實我們不會多說的 其實是一些儀貴的 其實是 working 那些 其實比較亮眼的 通常都是一些族作的作品 剩下的那些 其實新的那些 只要用四個字 用了光怪離奇 至少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動畫 可以出現到 好不要看你的事情 當然 還有很多杯麵法 魔眼法 好像越來越多 而且你都好過 全部都是魔法四天王的故事 金貴好像少了少少 金貴有四天王呢 金貴是魔法少女貴 也是魔法而已 轉了少許口味 第一套 老實說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我看這套 動漫無雙的速度軟件 是出現了嚴重的衝突 即是怎樣 我就覺得是超級不好看的 我覺得很不錯 可能看的東西不多 比較了那麼多套 我看了的套 這套比較有興趣 這些好像比較有內容 這些非日常 就吸引我 我看第一集的感覺 好像哆啦啦啦 當年 我也覺得很像 但開始覺得不是 但他們的手法上有不同 那這套是什麼 我都不懂 我都不懂 我們叫他做ON 什麼 Occutect 9 算了 Sylent機的朋友 Sylent機 無筆鐵 都是那邊的人 弄出來的 原作你說 是智菜千代元 這個真的是 名字 無論是山機 他出名是作曲 這次是他自己手部 自己做的 怪不得 那你也見到 Yitokanako 那些人在 這套 其實也要說 他走回其實是什麼 定位其實是科學家幻想的 很明顯是幻想的 科學有沒有就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是科學家妄想 其實妄想也對 現時看了三集 我講我的進程 第一集 我講的就是 你什麼鬼 第二集 我生理上已經是接受不了 有點嘔吐 我是不停地 我是很少在這套動畫面前 我真的說了一句粗口 你什麼鬼 第三集 我本著我專業的精神 他哭下去 辛苦了 因為我一看第一集 給我的感覺是什麼 最近我看過的一套作品 是什麼 他很像《無隱都市》 又是說了一大堆東西 是什麼 我看了三集之後 我都說 你說什麼 我不會解釋給你聽 但好像有些超自然的 或者這麼說 《野人仔》也會同意 可能他像一種 群像戲 每個人都想說 但我覺得 這個不算是群像戲 我覺得是一個 他跟知解是很分別的 不是 他是把劇情知解 剩碎一部分 如果你是群像劇 其實很多時候 就算在這些群像劇集裡面 甚至之後 好像他現在 每一個小節去說 但是 在那個角色首次出場的時候 都會給他一定的份量 至少你讓我知道 你是什麼 可能是蝙蝠上 你一個角色 你中冠了 全集都是以他的角色去出發 你拿一個最標準的 拿回當年第一季度 我們有動畫 不要拿那些文庫 其實很符合到 樹人說的 你一見到平和島 當然是扔東西 你見到那些人出來 有一些很Iconic的東西 你很容易認得 他拿到的東西 而且他用那種手法 就是 一種很暴疑 就是他在城市走 他會看到的一些東西 但是這邊做的 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首先 那個人出來 你是可以沒有特徵 除了他是不是很新鮮 好像新鮮超之之外 另一個東西 就是 你不是在這個城市走 其實你不知道 那一個是否另一個城市 甚至是 那個主題裡面 我是覺得 你什麼鬼 但是 根據我的強大的分析力 是可以承認的 他有一個主題就是 他嘗試用科學的理論 去解釋靈異事件 甚至去否釋靈異事件 究竟是什麼 其實他是靠那個 第二集就 教授 第二集就 掛了腦襯的教授 橋上教授 去說這個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 這個應該是個主題 但是 問題是什麼 如果純粹以一個殺人事件 去說的話就是什麼 這傢伙說的話 跟事件是沒有直接關係 可以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而你說 叫做整套東西裡面 那個蝙蝠介紹得最多的 就是 叫男主角 叫男主角 我問有看 這個角色 其實他看完之後 他就是那種 就是 我看開就說 一個瘋子 我認為他不是瘋子 他不是瘋子 他賺錢而已 應該這麼說 就是 他脫離了我對一個人的認知 那種就是 我不想做事 但是我想要錢 不是啊 那些什麼video blogger 都是這樣而已 不是 但是video blogger 你很明顯知道 你是會賺到錢的 那他是未成功的video blogger 你應該是這樣 我不是說他 他對他職業那種 他對他自己 他整個 你看到就是他 無論在學校也好 在那間COVID shop也好 他對其他的 尤其是 那個所謂的助手 我忘記 叫什麼鬼名 我整套在裡面 那個 那個 第一個感覺 最初我以為 這裡是不是Nutropus做的 那麼像Supersonic 那些尺寸 那些尺寸 應該更誇張 那些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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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特定時間發作 他的發作時間 是長期發動的 任何時限都發動了 你會再覺得 這個角色其實 不是說做這種角色 我覺得不可以 但是你要讓我找個 切入一點 去知道這個角色 究竟 在做什麼 在一個怎樣的人 但是什麼 他不停在受 尤其是文泰 由他開始發展 我又要找什麼 出名 不做事 然後我說 跟這事件有什麼關係 然後去到之後 他就說 博士死了之後 然後就說 很懷孕 很懷孕 然後我就說 那幹嘛 然後去到一個故事 就是什麼 如果我假設故事 是說 以科學的理論 去剖析這個 所謂的靈異事件 然後 我的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會看到惡魔 不知道 那他也要給你一些靈異 你講 那些人不是廢話 然後去到第三集 我看到 他就是為了 呼應第一幕的畫面 就是死了很多人 然後我就說 死了30個人 但是那30多個人 跟前面的角色 有什麼關係 可能是沒有關係 現在那個劇情 就是說 那三集 他把劇情斬得好 你會很明顯發覺 就是一波未停 另一波就起了 就是那個事件 譬如說 你教授死亡的事件 那個事件還未完 他已經發生了第二件事件 譬如說 他的助手 他的朋友 離奇失蹤 這些事件其實已經在鋪出來 即是那些劇情會斬得好 就不是他平時那些 我們看完 那些事件完了 才可以另一個事件 可以說 就不是這件事 你說中間那些女個 優裕也好 那個黑魔術那個 還有那個記者也好 他們那些零碎的片段 我是根本上組織不到 一個故事 群唱劇都是說 就算怎樣也好 其實他們是向現在的目標 其實現在的目標就是 什麼呢 教授的死 但是呢 整班人都很不認真 尤其是有些角色 根本上現在根本沒有刺 像黑魔術那個人 他自己有病而已 不是 他可能未說到 說不定他之後跟這件事有關 你可以其實 某程度上這樣看 我簡單講講 他們兩個看了三集 我是看了兩集 如果你說用阿雪人的角度來講 我相信有部分人都會這樣看 就是 這個事件很亂 其實很明顯的 譬如你說 他有些人死了 那你要看到他有些人在警察方面 有些人好像靈異方面 有個不知什麼 總之有些女生在那邊走來走去 也有那個 唯一看到最主角視點 那些很亂的日常生活 很不知所謂的 但其實那種瘋瘋瘋瘋瘋的東西 和你當年一開始看StylingGay 不斷在外奉瘋瘋瘋的空真 其實我覺得是不大分別的 有個不同的地方 因為始終就是 你生機那種 其實是 重點就是 整個故事都是 空真這個角色的視點去出發 是由空真的角度去看 但你現在就是 他不停切換 就是一個什麼 不同的視點 去看這些零碎片 現在你知不知 如果我會用一個 形容這一套 看的是什麼 每一集我都在看一個 二十多分鐘的PV 我的感覺就是 譬如說 如果這部動畫 是一個整幅的砌圖 你會先砌一隻角 你會砌另一隻角 你砌另一隻角 你砌另一隻角 你會砌另一隻角 但它好像 感覺上 它們連起來 但最終可能 因為它的框還沒砌出來 雜面事件可能會完成一體 我覺得 我一直都會說 群像劇其實是需要一種 控制的功力 就是怎樣令到別人聚焦 這些其實是美劇的編劇 是很強的 在這方面 而你看到美劇那一部 其實 即使很多的角色 就算我舉個例子 最經典的一套Hero 一套的美劇 他一開始 他都不是先鋪了十幾個角色 他是選了幾個核心的角色 去鋪了先 其餘那些就會穿插 中間裏面出現 再慢慢加大 它的情形 令到每一集 可能就像現在這樣 那麼碎 去討論 因為你對每一個角色 已經有一個既定的概念 現在就是在一個未有一個既定的初形底下 每個人都去做 講一點點 講這件事 其實很老實講 就是說 你一個人看一套作品 其實 我就算對這套作品 什麼都不知道 一看完第一集 我會覺得 看完一看第二集 我會想知道 其實是不是我喜歡看的東西 或者是什麼 但現在是什麼 不是 不是我喜不喜歡 而是 我根本無法判斷 而是這套已經討厭了樹形 他已經不適合樹形去看 但我又覺得很有趣 我看的視點可能有點不同 我其實就 以頭兩集而言 我就找到他的套路 其實他想做什麼 因為 我撇除了 其實你回想 你當回蜡蜡蜡蜡蜡蜡 那幾個主角 就是你用那三個 本身那三個 主角群有三個 主角群有三個 之後再核心的人 scatter出來 如果我們用這套 你當回都是那三個 那兩女一男 包括樹形很討厭 包括樹形很討厭 我不是討厭他的角色 我現在整套 我討厭他 說故事的手法 我覺得就是 我會有一個 退一步的解惑 是不是真的我見識少 是不是一種 暫身的說故事手法 我不清楚 但至少我看上去 我根本找不到一個 去切入 究竟現在這套 是說什麼 做什麼 是不是我想看的 即使你生機 也好 科學理論也好 你知道我有一些法則 但現在他是什麼 他連這些都難得說 就是告訴你 現在故事就是什麼 突然間發生了很多 離奇事件 有很多很離奇的角色 然後圍繞著最後的第三集 就是什麼 死了三十幾個人 完 那裡是尾 可能是第四集 其實第三集我覺得 是一個優子婦 好像故事突然間完了 但是接著什麼 這些東西是怎樣串聯在一起 我現在在這套裡面 如果他的定位就是科學和幻想 我看不到科學 你看不到科學 我看到少少 五屆第三集也是那句 如果你用第一集來說 你會發現他強調了 剛才帶出那個重點 就是科學和非科學 或者你叫做靈異東西 你見到第一集 其實只有一個人 主要說這些 就是死了那個教授 當然你說不行 只有一個人說 然後那個人就買了鹹鴨蛋 那我看什麼 所以你見到第二集 就會有個探員出來 你可能覺得沒事 他可能無理小五郎 但你又不是 你又會見到他跟你說 他是跟一些外國 不知道什麼機構 是有關係的 有情報關係的 可能 其實你會發覺 其實在一個科學的視點 或者一些不尋常的視點 作為一個知情者的角度 這條線是由教授 走了向那個偵探 然後都以偵探的視點 去用周圍的角色去拿招 其實好像向NPC拿招 其實動畫已經透露了偵探 我覺得他有些內情 他知道曲的意思 還有去找這件事件的起因 是有些關係 所以其實與其是樹瑩 你看到樹瑩所說的 他會用一種外國劇集的角度去講一套群像劇 但其實如果我們不一定要用群像的角度去講 其實他是比較像日本的AVG文字遊戲的序章 樹瑩說得對的 他是像一個序章 他是講一些場景 然後跳到另一邊 或者這樣講 其實以前他也講過 他指的是什麼 其實這裏有九個不同故事 浪費的序章 他現在是把九個序章混在一起 變成他現在這個序章 這三集的動畫 對的範圍 問題就是 你一套二十分鐘 即我給你三集 你合起來 一個多小時 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你是不是可以把整個九個角色 他們的視點看出來 因為如果他們的視點看出來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九個角色基本上 穿了九成五 他們是沒有交會點的 所以他們根本上每個人是一個獨立的故事 而這個獨立的故事就是穿插了什麼 他們都是向著同一個點出發 我明白的 但是現在我看下去就是什麼 點我看不到 他們每個人的線我也看不到 所以我看下去就說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其實現在 到現在為止 究竟這套東西 我可以討論他的故事情節 有些什麼 現在沒有東西可以討論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這件事在發生什麼事 然後角色 你現在知道就是什麼 你都評論不了那個角色 其實最能夠評論的就是 當哥哥死了 然後跟著都要陪著他一年 這個你叫做什麼 作為他裡面那麼多個不正常的人來講 他叫不正常的人比較靠譜 因為你理解到就是 我這傢伙有精神失常 至少你知道他的蝙蝠會比較大些 你了解他的角色會比較失敗 斯芬你說文泰這個角色 他因為找個教授 而讓教授死了 他變成這個嚴重犯 然後跟著突然之間有個東西 跟他說 哇 你要做什麼 快點炸 快點炸 然後跟著就沒事 然後跟著就出了 跟著就說好害怕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我是殺人犯 但跟著 那最大問題其實一件事是什麼 他跟他之前做開的 他作為一個叫做博客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專業 但他多或少他有些認知知識 如果你和我可以 提到一些他知道的奇幻事件 靈異事件 不是奇幻事件 對不起 這樣的話 我都提到說 他逐步逐步走了 現在就是什麼 這傢伙是不知道 屍體啊 然後死啊 我殺了人 甚至乎給我感覺 反而是他未必是真的相信這些靈異 純粹就是說 我覺得靈異的東西 比較吸引人 我就可以就這件事去寫那個博客 你不是聽到我剛才開始說 他賺錢 賺錢 賺錢不代表他需要相信 很明顯他是不相信 他不需要相信 但是他會擺這些 在他擺的過程 他總會有一些記憶 他會記憶了一些 可能是一些 他認為很不知所謂的東西 不是他要知道的東西 就是說 這則新聞會不會吸引到這個 這個 你經營這個博客 他應該是擺了很多 你受不受歡迎 是另一回事 當然我知道 但是 如果你連不買的話 其實這傢伙也是不相信的話 突然之間 有傢伙叫他 我拔了他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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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又拔了他的眼 不是應該說 他其實是處理這個博客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是站在立場者角度 即是以外的地方去看那件事 即是他轉載一些新聞 或者有些什麼新聞爆發 他述述回到他自己的博客 但是當他遇到這些事情 他會驚慌失措 我覺得又合理 始終他第二屆 他沒有第一屆 這件事是不同的 然後余優 他又是那個案子 他硬把文太 說 我拔了 我跟你一起 我找你 就有一個光明的味道 然後我說 OK 我當你沒問題 你真是你拔了這麼厲害 我都叫自實言 然後你說這個角色 其實他做的事 接著說 在三集裏面 當然我知道 因為文太在穿草 但在第二集 你還沒穿草之前 其實你們做些什麼 又好像不知道 我當然這個 我也明白過問題 他好像在生機裏面 就是助手 他去了之後 說 沒有 我不相信你 不過先坐著 我會等你回來 你原本坐著 也就是 你圍繞著這個角色 再去伸延 我都能夠說 我當是一個 學保反體也沒問題 你看動畫 他其實已經透露了很多 他的占卜應該是比較準確的 其實他 你見到 胡英文剛才說的 第一集是說 事點 理論層面 很多時候是教授 在電視講話 說的 剛才說過 第二集 你見到 在事件發展的角度 去找 你見到是一個探員出發 但另一方面 你會發覺 在繼承 教授在講理論層面 就是記者做的事 在講靈魂 時間速度 他講完這堆東西之後 就開始講占卜 那個 來去未來的東西 雙線進 所以其實他是透過不同的角色 去講一些東西出來的 但你要組織到 現在是拋了很多 叫碎片 我覺得 連詞彙都未算 我覺得是 只不過是一些零零碎碎 你叫做什麼呢 你撈到 這個東西像這個東西 就像是靈魂 所以我就覺得這部動畫 其實是一套未在組織 你可能有些 你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 但它是零零丁丁一塊 它又沒有其他旁邊的 可以組織下去 我不知道是否 你說最喜歡的是什麼 是否原作者或製作群 認為就是 在 Band name 他現在的Band name 底下 人們可以忍受到 我覺得是忍受到 我可以的 我是不能忍受的 其實我去到第二集已經不能忍受 我的不能忍受是說 我不介意你不說完 但我是很著意你 敘事那種手法 敘事那種手法 現在做出來的是什麼 就是我都做遊戲的 但我都玩過很多AVG遊戲 我知道你這樣 但知道我不代表我需要這樣接受你 因為那個手法是真的很奇怪 現在的手法是 做出來就是說 我究竟當你是一套動畫 還是當你是PV 而其實我給我的角度 現在是每一集都是一個PV 是遊戲PV 我覺得他真的膽敢做完這套動畫 就是 我們將會遊戲化了 其實我不會當他是一隻遊戲 純粹是一副拼圖 就是 但你不要管 最後給我credit他 起碼第三集是播出街的 不是他第三集尾的爆點 讓你會吸引他再看下去 沒有什麼問題 死人通街都是 套套作品都是 沒有耳朵沒有頭 那些東西 如果你要砍的 你可能先砍PV 他奇就奇在 他那三十個人是 在同一個地方 以很奇怪的死法 死在一個湖裡 這件事就是 為何會這樣 如果是這樣 魔法少女計劃第一集 應該要死 至少死了 沒有三十多人 我知道 但起碼也有一半 純粹是死法 為何會造成這件事 會吸引我 魔法少女計劃 應該都很吸引你 第一集 那些人死了 不知為何死了 那我就應該要回去看 沒錯 好 那我們這套 我不知道 算是介紹 不過anyway 是這麼多 好 我們去下一套